康熙用一张椅子拿下敖拜,但敖拜却用身上一样东西救了自己的命。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,他的一生功勋卓著,先后经历了平定三藩,统一台湾,驱逐沙俄,亲征准嘎尔。 不过,康熙皇帝生平前的第一件大事,却要从他少年时期说起。 顺治皇帝去世后,年仅八岁的爱新爵螺旋叶继承大统,成为大清王朝的新皇帝,即康熙皇帝。 同时,索尼、苏克萨哈、厄比隆、敖拜四人被任命为辅政大臣,辅佐右年的康熙处理国家大事。 在四位辅政大臣中,四朝元老索尼位居首席。 不过他年老多病,加上刻意韬光养晦,所以在很多事情上都疏于过问。 位列第二的是苏克萨哈。 苏克萨哈早年因告发自己的旗珠多尔滚而得到重用,但这种二五载的行为也被朝中的大臣们所不齿。 排第三的是厄比隆,他是开国五大臣俄义兜之子。 不过,厄比隆性格懦弱,遇见大事总拿不定主意。 厄比隆,敖拜位居四辅政大臣之末,但他资格老,军功高,为人又非常强势。 所以没过几年,朝中大权就落到了敖拜的手中。 敖拜性情专横,朝廷里一些反对他的大臣都被敖拜整出各种莫名其妙的罪名处死了。 甚至在康熙皇帝不允许的情况下,敖拜还是矫指将户部尚书苏纳海,直立总督朱昌作,巡抚王登连三人处死。 此时的康熙虽虽然年纪尚轻,但对敖拜的种种行为已是非常不满了。 康熙四年,1665年,在孝庄皇太后的安排下,康熙皇帝迎娶了索尼的宋女贺舍礼氏为皇后。 这场婚姻将皇室和索尼一家捆绑到了一起,极大程度上稳固了康熙皇帝的权力,也为后来对付敖拜打下了基础。 康熙六年,1667,康熙皇帝开始亲政,但大权仍掌握在敖拜手中。 苏克萨哈向皇帝上书请求接触俘陈大臣之职,可敖拜不愿放权,尽网罗罪名,并威胁康熙皇帝,强行要求将苏克萨哈满门抄斩。 随住敖拜势力的不断庞大,他和皇帝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。 此时已16岁的康熙皇帝决定要彻底铲除敖拜一党的势力。 康熙八年,1669,康熙皇帝挑选一批身强力壮的亲贵子弟,在宫内整日练习不酷, 摔脚,并以此为乐。 敖拜以为康熙沉溺于心系之中,心中反而暗自高兴。 一日,康熙照敖拜上朝,敖拜也跟往常一样,大摇大摆就来到皇帝面前。 敖拜是辅政大臣,按规矩他面见皇帝是有座位的。 于是,他就在一张事先摆放好的椅子上坐下。 可没想到人还没坐结实,椅子就散架了,敖拜狼狈地摔倒在地上。 原来,康熙皇帝早就命人在椅子上坐过手脚,椅子的四腿中有一条已经事先被弄断,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,但只要有人坐下,那条弄断了的椅子腿自然承受不住压力会垮掉。 敖拜这一摔,就不仅仅是自己皮肉之骨的问题了。 他在皇帝面前摔倒,那就构成了军前失忆之罪,在封建王朝时期,这是条四罪。 康熙立即向旁边那些练习不酷的侍卫下令,将敖拜拿下。 敖拜虽被誉为满洲第一勇士,可是当他同时面对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时,也只能束手就勤了。 之后,康熙下令审查敖拜。一群大臣们立即提出敖拜三十条大岁,按律英当诛旗族。 此时,敖拜请求请求觐见皇帝,康熙同意了。 当来到康熙皇帝面前时,敖拜脱下了自己的上衣,满身的伤疤让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。 原来,敖拜这一身的伤疤都是他早年四处征战,为打下大青江山而负伤的。 康熙地念敖拜早年劳苦功高,特赦了他的死罪,改为囚禁,但敖拜的很多党羽都被诛杀了。 敖拜为人强横,如今突然从未及以仁臣沦为阶下囚,心中自然极为郁闷。 没过多久,敖拜就在禁锁中病死了。 拿下敖拜之后,康熙皇帝终于将大权收回到了自己手中,从此开始了他的宏图大业。